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6日星期一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的内容是什么呢? 希望你们捧场,因为看下去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今天是第一集,第一集我们先做什么呢? 最近流行炒饭,连BBC主播都教人炒饭 我身为一个传统的潮州人,当然教你们潮州炒饭 那潮州炒饭有什么特别呢? 就像潮州人一样,有些人喜欢吃厨子 有些人喜欢咸菜,有些人要加些虾好味 我女儿就最喜欢吃蛋 那当然不能少饭 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现在去片,看看如何做法 这个潮州炒饭 好了,我们这个炒饭呢? 另外还有两个东西呢? 三个东西呢? 就是薯仔,虾,和咸菜 薯仔,我们先去皮,然后切粒 切粒之后呢? 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让饭煮至20分钟左右 我们就放入那些饭袋一起煮 这些饭里面有厨子的香 另外呢,咸菜呢? 咸菜不用太多的 我这里煮大概四五碗饭 我用这么多咸菜而已 但这些咸菜很咸 这些就是煮的猪肚咸菜 你们平时吃的那些 就是胡椒猪肚咸菜 那些咸菜来的 那些咸菜很咸的 你买回来要洗几次的 最好呢 就切一切它 再用些水再 就是出一出水 因为到时炒饭就太咸了 那些薯仔我们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切完咸菜呢 一就留在炒饭的时候 要来用的 OK 那我们现在切咸菜了 切咸菜切碎点 切碎点 要不然就太咸了 那我又喜欢用一些 就是它那个 就是粗一点的劲那里 有叶就要加些叶 一咸菜它有叶 和粗一点的管那里 不要紧要的 因为到时都要切碎 那你切完之后再切碎点 切完之后再切碎点 切完之后再切碎点 因为这些咸菜也挺咸的 我想这些咸菜也挺咸的 我想也足够的 因为太多了 这里也差不多了 那你炒饭的时候 因为有咸菜呢 那我们不需要加盐就可以了 切多一点点 切碎点好哦 切碎点 要不然呢 一放进口呢 整口都是咸菜 OK 好了 那你留备备用 炒饭 好了 那我们首先呢 煮了饭 那很多人都说呢 这个炒饭呢 就一定是要用这个 冷饭的 是要用这个 我们的新鲜饭都可以的 新鲜饭 你不要加少些水 你想要烟饭 你不要加少些水 炒干些 那我们 煮饭 煮到大概剩下20分钟 我们就再加薯仔 那转头再来 我们先煮饭 好 现在的饭剩下18分钟 那我们现在先加薯粥 那些饭那里先 一起煮 和那些饭一起煮 煮到它淋 OK 转头再来 那这个炒饭 另外一个材料呢 就是虾 我最好用鲜虾 因为鲜虾炒出来的饭 就鲜甜 鲜甜点 香点 那我这里 我刚才用2米 2米 大概4-5碗饭 4-5碗饭 那我用多少虾呢 我这里用半斤 半斤虾 那首先去壳 去壳 接着 撩了一些腸 黑色那些 那些腸 因为有些人是敏感的嘛 吃虾 那最骚髒呢 和最容易令到人敏感 就是那些腸了 在背部 用把刀切一切 然后呢 撩到那些腸去 接着就用些盐 撇一盐 那我们就先炒熟 留在炒饭那时再用 炒饭 炒饭 让这个肉们完成 炒饭 和薯仔煮熟 再炒肉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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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薯仔混合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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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完後,攪拌一會兒,讓它收一收水乾身一點 待會就準備下鍋 炒至潮州炒飯 OK,待會見 現在開始炒飯,首先下油 下油後,燒紅後,打一隻雞蛋 打雞蛋後,攪拌均勻 因為我們把雞蛋倒進去 因為雞蛋還未成形,我們快速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看到雞蛋一粒粒都金黃色 一來就比較香,二來就比較好看 那些雞蛋,我們要用鑊 鑊鑊,鑊鑊鑊,把它壓平 壓到粒粒粒,不會炒出來一塊塊 一塊塊就不好看,吃又難吃,一塊塊 不要浪費 因為飯本身都熟了,薯仔也熟了 薯仔也熟了,都軟了 那麽我們可以炒出來一塊塊 每天都太多油了 外面就很多油了 外面就很多油了 多油便容易炒 油便容易炒 油便不會粗底 但其實你不需要的 那些蝦子也會很新鮮 那些蝦和鹹菜 再把它拌勻 這樣就不用再調味了 不需要再調味了 因為鹹菜就已經很鹹了 那些蝦就醃過了 那些蝦就醃過了 看見到嗎? 有些蛋碎 有蛋碎 有豬仔,有鹹菜,有鮮蝦 有鮮蝦 這個飯呢 我們叫做成洲炒飯 我們家鄉飯 以前是各時各時都要做的 因為 沒有那麼甜點 沒有那麼多環境 那如果其他人不吃炒飯 那麽也有蝦 炒飯有蝦吃 不知不知有蝦吃 鹹菜經常吃的 鹹菜便宜 我們去拌勻 拌勻 拌勻 其實會有味 因為薯仔也很豐富 把薯仔炒勻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潮州炒飯的話,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還有按鈴鐺,除了做一些家常小菜外,還有其他意想不到的節目給你們看 OK,就這樣吧 好,完成,開飯了